跟柳如烟结婚的第四年 她出了车祸 醒来后 她的记忆停在她跟她白月光最相爱的那段时间 她不愿相信我们结婚了 说自己明明最讨厌的就是我了 我用尽一切办法 想让她想起我们的四年都没成功 后来一场意外 我看着她不顾一切跑向她的白月光后 我终于累了 我同意离婚的那天 她却突然记起我了 可是我已经放弃了 柳如烟醒来的那天就闹着要跟我离婚 我抱着包了一晚上的汤 走到门口时 她把水杯砸到我脚边 滚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有几滴滚烫的热水溅在我手背上 我努力撑起笑脸装作不在意道 我熬了点汤 你先喝了好吗 柳如烟转过身不愿意看我 只说了两个字 出去 放下汤出去后 我就再也撑不住脸上的笑了 出了医院 我蹲在路边咬着一根没点燃的烟 有点苦涩 这是我跟柳如烟结婚的第四年 彼时我已经追了她快四年 用尽全力才让她眼里有了我的身影 可就这点微不足道的爱意如今也没了 我漫无目的地想 当初跟柳如烟结婚 其实是我走了大运来的 柳如烟当时有恋人 差人家姻缘我做不来这事 我只是默默喜欢着柳如烟 一点愉悦的动作都没有 后面要不是许怀安自己放弃出国了 我连追求柳如烟的资格都没有 许怀安出国后 我的追求才放到了明面上 直到四年前 柳如烟才答应跟我结婚 那天只是我俩很平常的一个晚餐 吃完后她随意到江之年 等那天我俩去把正撤了 我足足反应了三十秒 才相信我没有听错 我反应过来后 只快速说了句 等我就跑了出去 最后我只买了一束花 因为我怕再买其他东西 柳如烟就会反悔了走了 我心脏跳得飞快 手心里都是过度紧张出的汗 那晚我捧着花跪在地上 眼眶丢人的慢慢湿润起来 我抬头看着座位上的柳如烟 她穿着漂亮的裙子 明艳动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一直都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一字一句真心地对着她 许下诺言 柳如烟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一定一定会对你好的 她接过了我的花 我漂浮的心便落回到原地 后面我又重新求了一次婚 梦幻漂亮的场景 礼物 戒指 我俩各自的家人朋友 都被我请了过来见证 柳如烟愿意跟我结婚 其实并不是多喜欢我 我都知道 或许是看我太执着了 更多的原因是时间到了 她要结婚了 柳如烟要结 那我肯定不会拒绝 我们结婚四年 我整天乐呵呵地 跟在她身后看着她很是满足 她没多爱我没关系 我爱她就够了 如果柳如烟没有出车 或记忆回到她跟她白月光 许怀安最相爱的时候 我想 这样的美梦 我愿意做到下辈子 更操诞的不是柳如烟 现在很讨厌我 也不承认我们结过婚 而是许怀安回国了 柳如烟的白月光 许怀安 柳如烟这事瞒不了她 其实柳如烟醒来后 我们双方父母都委婉地告诉过她 她已经跟我结婚四年了 连结婚证都被拿出来 摊在她面前了 柳如烟只是扫了一眼 便不再看 那又怎么样 结婚了离了就行 谁知道她用什么法子 让我跟她结婚的 而且我明明记得 我喜欢的是许怀安 说的多了 柳如烟身体还在休养 情绪变得激动 头会痛得厉害 医生说 这种情况要顺着病人 尽量别刺激她 听完后 我沉默地隔着门 看着病床上的柳如烟很久 随后我跟双方父母说 让他们别在柳如烟面前 提着事了 结婚证也被我用盒子装好 放进了柜子的最底层 这四年拍过的合照 也被我放进了我行李箱里 这些年里的买的 所有情侣物品 都被我收了起来 我给自己打击说 没关系 忘了我没事 讨厌我也没事 我重新追一次就是了 可许怀安的回国 打得我一个措手不及 她跟高中时变化不大 待人永远一副 谦逊温和的态度 面色也永远何须温柔 我心里酸涩的不行 出神的想 许怀安看着温柔 其实根本没我会照顾人 柳如烟怎么就这么念念不忘呢 我第二天来医院时 就这么直接撞上了许怀安 许怀安回国的消息 还是我发小孙涛告诉我的 只是我没想到 他会直接就来医院 我捧着熬好的骨头汤 看着病房内的两人 有点不知所措 两人旁无落人的说着话 不知道说到什么 柳如烟突然小声笑了起来 他一直以来苍白的脸色 变得红润 生动多了 见我进来 病房里的两人停下了交谈 气氛一时尴尬起来 我捏紧了手里的保温盒 踢起嘴角 温生道 如烟 我熬了你爱喝的汤 你趁热喝点 他还未开口 许怀安便温生抢先道 如烟你刚恢复 留心喂这么重的汤 就先别喝了 我给你带了补品 我一愣 柳如烟这次的伤 除了脑袋最严重的便是脚 所以我每次来 都会在前一晚上 把骨头汤熬好 第二天再带过来 虽然我每次来 柳如烟都会让我滚 但我知道我走后 他或多或少会喝 可这次 我突然就不那么确定了 于是我把汤放在一旁 随口到我出去抽根烟 便快速逃了 有点狼狈 出去之前 我听到许怀安的声音 他还是老样子 柳如烟漫不经心道 他一直这样 声音带着淡淡的厌烦 从那天过后 我便不再来了 只换着花样做吃的 让我爸妈带来给柳如烟 柳如烟出院的前一天 我发小孙涛约我出来喝酒 他知道我最近烦心 只说是带我看的好东西 来时我才发现 许怀安竟然也在 我一愣 知道他想让我看什么好东西了 孙涛递给我一杯酒 随后开口 当孙子也不是这么当的许怀安 当初我根本喜欢柳孝花 但是当时你还是他男朋友 他认了从未把心思透出来一点 是你他妈后面 自己放弃了这段感情要出国 然后将智年这傻逼 又追了两年 采取到了柳孝花 现在孝花出了意外 你他妈来成人之威来了 你还是人吗你 不知道孙涛用了什么法子把人叫来 不过他明显已经喝醉了 文言我只拉他起来 但声道 别喝了 回家 孙涛红着脸用手指着我 怒气不争 你耸不耸 那是你媳妇 我沉默着没说话 这时许怀安突然站到了我面前 他笑着道 当初我出国后 如烟闹着跟我分手又怎样 这么几年不见他不照样爱着我吗 对了 你还不知道吧 当初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比跟你在一起是可爱多了 他会 他话没能说完 因为我已经一拳打了上去 生气吗 愤怒吗 那是我爱了快八年的人 就因为一场意外 我这八年来的所有努力 散得一干二净 那我该怨谁呢 为什么他这样一个人渣 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得到柳如烟的爱呢 又明明都得到了 为什么不珍惜呢 他唾手可得 又气质如臂的 是我拼尽全力才能得到的 我骂了句脏话 后面更是用了十足的力气 最后许怀安抱着头躺在了地上 我又踢了他一脚 别提你跟他的从前了 你也配 第二天我才知道 孙涛本医是想让我出气 可许怀安却是故意激怒我的 医生定的出院时间是下午 第二天我刚准备出门时 却发现许怀安已经带着柳如烟回来了 他脸上还带着我昨晚打出来的伤 今天早上去医院刚好遇到如烟出院 我就顺路带他回来 柳如烟站在他面前皱着眉看着我 江之年给许怀安道歉 我愣了愣 一时没能说出来话 许怀安拉了拉柳如烟的手 如烟没事 昨晚江之年喝醉了 这才跟我动上手 道歉就没必要了 他神色和煦 一副不希望我们吵架的模样 这画面太好笑了 这样想着我也就这么笑了出来 笑得太厉害 我没忍住咳嗽出声 我缓了缓 然后笑骂出声 许怀安 你是真剑啊 许怀安脸色一变 沉默着没说话 江之年 怀安说得没错 你跟高中一样 根本就没有一丝改变 柳如烟神色厌恶 好像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我 而是路边的垃圾 高中时 你就是一个只知道打架抽烟 你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让我讨厌 我轻轻闭着眼 像自虐般那样 把这几句话 反复在脑海中播放 是了 我终于明白 失去跟我这四年记忆的柳如烟 对我只有厌恶 就像高中第一次见我那样 见到我都恨不得绕着我走 可那个时候 他无意识望过来的一眼 都足够让我开心好久了 我无力地垂下脑袋 最后哑声开口 维护着我最后的尊严 让他滚吧 这是我们的家 轮不到他进来 许怀安目的达到 离婚协议书 这是离婚协议 你看一下 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 我愣住 随后我转开眼 我不签 柳如烟皱美很不耐烦 为什么不签 如果你是为了钱的话 财产都是对半 这套房子也可以还给你 我再多给你一百万 这套房子是我买的 当初用来做我俩的婚房 用了我一大半的积蓄 我深呼吸 把离婚协议退回去 我不会签的 柳如烟愤怒地看向我 似乎不明白 我为什么不肯签 最后他忍无可忍扬声道 可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喜欢的另有其人 这样你也不签嘛 他说完这句话后 客厅便陷入了 很长的一段沉默之中 我缓过心语的刺痛 哑声反驳道 你喜欢的 只是你忘了 柳如烟愣住 最后他起身走了 只丢下一句 随你 要好便耗着吧 我一个人看着空荡的客厅 突然也不敢确定 我还能坚持多久了 从这天之后 我跟柳如烟就陷入冷战中 我每天做好的饭 他不会吃 他是主卧我睡客房 之前车祸的脚伤 让柳如烟 还不能太长时间站着 知道他放不下面子 我便每天做好了饭 就出门去工作室了 回来时 看到他把饭吃完了 我才松了口气 孙涛知道后 在电话里骂我 你他妈可真是够舔的 彼时我手里揉着面 文言愣了愣神 最后我苦涩到 涛子 他只是不记得 其实我从未跟其他人讲过 在柳如烟答应 跟我结婚的那四年里 他从不会这样的 那四年里 柳如烟是一个 很合格的恋人 我们会像普通的恋人 那样约会 接吻 相爱 冬夜我接他下班 他穿着厚厚的大衣 扑进我怀里 会乖巧的把手 塞扣进我手心 在回家的路上 他会积极喳喳的跟我讲 今天在公司发生的趣事 会在路上摇头子 决定今天谁做饭 谁洗碗 即使到最后 这两样都是我做的 会一起去逛超市 买日用品 他会让我换上一些 奇奇怪怪的头像 我们会穿着睡衣 一起窝在沙发上 看电影 赌最后的凶手是谁 他也会生气 会赌气不吃饭 又把头像换了 让我不准换 可去了公司 他又成了那个 冷静端庄的柳经理 那四年里 面对前铺后继的追求者 柳如烟 都会干净利落地拒绝 所以我得到过 他的爱意 让我干脆果断地放手 又谈何容易 我想再努力努力 毕竟八年都过来了 我也不差这一两年了 我会用尽各种理由 让柳如烟 陪着我们结婚 那四年里去过的地方 我俗气地想 这样说不定 柳如烟会记起来呢 可没有例外 去的每一次 柳如烟 要么会因为许怀安 一通电话叫走 要么就是抱着手机 跟他聊天 久而久之 柳如烟也不再跟我出去了 我也会借着聊天的时候 给他讲我们那四年 柳如烟很少会回应我 说得多了 会不耐烦打断我 让我别说了 我看着他抱着手机 跟许怀安聊天的模样 突然就安静了下来 再过两周 便是柳如烟的生日 我提前很久 便开始定好了位置 包间按柳如烟的喜好 装扮得很漂亮 等到生日那天 我很早便起床 为他煮了一碗长寿面 看着柳如烟吃完 我便把手中的盒子递给他 如烟 生日快乐 最近我跟柳如烟 又慢慢回到 类似于朋友的状态 柳如烟不再这么抗拒我 那天提离婚 不欢而散的事 好像都被我们刻意遗忘了 我心中却很清晰地知道 我们好像也回不到那四年了 柳如烟说了句谢谢 随后又问 我现在可以打开吗 我点点头 里面是一条裙子 看到的第一眼 我便觉得我的如烟穿着肯定很美 裙子展开时 他眼里闪过惊喜 我紧着的心瞬间变松了 然后我说 今晚在你喜欢的餐厅订了晚餐 喜欢的话你可以穿这个来 随后我陪着柳如烟 回爸妈家吃了午饭 一直到晚上 晚上我跟柳如烟 本来是要一起前去我订好的餐厅的 可临时他接了个电话后 有些犹豫地看向我 我出去一趟见一个朋友 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在他拿手机的那一刻 我便看到了来人的名字 许怀安 我看着他甚至来不及等我说话 便推门出去的样子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站在身后看着他 看着他一次都没有回过头 我想拦住柳如烟 想问他 去了还会来吗 可身处最想的 还是拉住他留住他 最后我还是一个人 先去了订餐的地点 柳如烟说了他会来 那我便等他 那晚我从下午六点便一直等 期间给柳如烟发了短信 也打过电话 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后面直接关机了 一直等到了晚上十二点 两个服务员尴尬的彼此推托 来到我面前 江先生 很抱歉 但我们店一点就要关门了 我一愣 半个小时前 刚重新端上来的菜已经凉了 那个我亲手做的蛋糕 被放在角落 玫瑰花也不像刚送来时鲜艳了 几个服务员望过来 若有若无的可怜 同情的视线更让我难堪 可心里深处 最让我难过的是什么呢 是柳如烟 你明明你说过你会来的 你怎么骗人呢 那晚我回去后 柳如烟一晚上都没回来 我独自在客厅做了一夜 第二天我在许怀安的朋友圈里 看到了我等了一夜的柳如烟 昨晚许怀安带着柳如烟 去看了音乐节演唱会 他身上穿着许怀安的外套 笑容是我很久没见过的 肆意明媚 眼睛里的温柔跟笑意如有实质 时间卡得刚刚巧 我刚放下手机 柳如烟便回来了 他看着沙发的我 神色有一瞬间的争论 后面似乎又是想起了什么 他开口时有些慌乱 昨晚抱歉 我忘了 一晚上没睡 此刻我是真的有点累了 我提了提嘴角想说些什么 质问也好 愤怒也行 什么都行 可我发现我什么都说不出 什么情绪都没了 见我不说话 他又急忙到 昨晚许怀安说想去音乐节 我就陪他去了 后面手机没电了 就没给你打电话 你昨晚没等到 我应该先回来了吧 我垂下眼 轻声道 嗯 我知道了 气氛太过压抑 我站起来 我去工作室了 路过柳如烟身边时 他突然叫住我 江志年 你就没其他想问的吗 问什么呢 没有 说我便走了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 我跟发小的孙涛的聊天 你凭什么觉得 他还能记起来你 当时的我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信誓旦旦 我相信他 可柳如烟 我好像快坚持不住了 那天后 我跟柳如烟便都忙了起来 我自己有个摄影工作室 柳如烟则忙着公司 年末各种收尾工作 有时候一忙起来 我跟他竟然快两三周 没有一起吃过饭了 许怀安的朋友圈 倒是晒过几次 跟柳如烟一起吃饭的照片 我知道这些 都是他想让我看见的 我看着看着 突然在某一个瞬间 也产生了一种就这样吧 无所谓的情绪 好像在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里 我都在围绕柳如烟这个名字转 我跟孙涛说 我想努力重新让柳如烟记起我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根线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时候 就悄然松了 这个月尾 高中时的班长 突然组织班上学生 准备开个同学聚会 本来我是不打算去的 结果班长私聊了我挺多回 说有事找我 但我务必参加 想了想 我便把那天晚上空了出来 只是心底在想 不知道柳如烟会不会去 直到同学聚会那晚 柳如烟来了 跟许怀安一起来的 当时我跟柳如烟结婚的事很低调 只有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 高中同学几乎没人知道 所以现在看两人一起进来 都以为是柳如烟跟许怀安才是一对 有位喝醉的男同学 见着两人后大着嘴巴道 我靠 你俩这么多年还真在一起了 我看着柳如烟张嘴想说些什么 许怀安抢先一步道 这么多年不见了 不喝一个说不过去吧 不明确的回应 把他跟柳如烟的关系描绘得暧昧不清 我看向柳如烟 在心里不知不觉期待着什么 可是没有 他只是笑了笑便跟其他人聊了起来 期间也没看我一眼 好像我真的只是他高中同学 心中的那根线越来越轻 轻得我几乎要握不住了 同学聚会进行到一半 班长给我发了消息 让我出去聊聊 直到一根烟快要抽完 班长林旭才慢慢开口 他肯定道 你高中时喜欢柳如烟对吧 这几乎不是个秘密 可以说在当时谁喜欢柳如烟 都不会让人太意外 但班长下一句话让我愣在了原地 当时在学校后街帮柳如烟赶走小混混 那个在他课桌放了一学期的堂的人也是你吧 我下意识到 你怎么知道 班长拍了拍我的肩 姜之年 很抱歉 我明明看见了 也知道是你放的 但是当年柳如烟把这些都认为是许怀安做的事 我却没站出来告诉他真相 我好像突然就听不到声音了 像一脚从楼梯踩空 我心漏跳了一拍 许久我才回过神 当年他还没跟许怀安在一起的时候 我写了情书告诉过他 他怎么会以为是许怀安放的 班长也愣我 他皱着眉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当时许怀安为了庆祝脱单 带着柳如烟跟我们一起吃饭时 他承认这些都是他做的 我心中突然就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 还没等我从思绪中抽身 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阵浓烟 一群人在突然响起的警报声中 从饭店跑了出来 着火了 我一愣 反应过来后下意识就往里面跑 柳如烟还在里面 班长下意识拉住我 你要干什么 现在里面很危险别进去 我挣脱开他 柳如烟还在里面 由于当时怕喝了酒吵到别人 服务员给我们的包厢 订在了二楼的最角落里 跑进去时 饭店一楼已经乱成了一团 人人自顾不暇 疯了一样的往外跑 火势越来越大 等我跑到二楼时 他们果然不知道外面着火了 有几个已经醉的不省人士 在我说完着火了快跑后 还清醒的几个人反应过来后 开始把喝醉的叫醒抓着 就往外跑 我望了一圈看到柳如烟 跑过去 抓住他的手就要往外跑 我俩一句话没说 他紧紧抓住我的手跟着我 经过洗手间时 他才停下来犹豫到 许怀安 他刚刚去厕所了 我一愣 看着他着急的眼神没说话 感受到他想去洗手间的动作 我手上用了点力把他往外带 没时间了 我们先出去 可是他 柳如烟还想说什么 就被我强势带了出来 出来后 119已经赶到了 火势也逐渐被控制住 我这才看到我手臂上 不知道何时擦上了一大片 刚刚没感觉 现在突然传来一阵钻心的疼 柳如烟刚出来 就在人群中四处张望着 想到刚刚的班长说的是 我急切地想知道答案 顾不得刚节后余生 我急切开口 柳如烟 当年在你课桌放了一学七堂 为你赶在那群小混混的人 你知道 许怀安 剩下的话就这么堵在了嘴边 我看着柳如烟 突然向着远处站着的许怀安跑过去 他眼睛红红的 庆幸道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前方两人紧紧相拥的画面 刺痛了我的视线 心中那根本就摇摇欲坠的线 突然就这么断了 这画面又是如此的熟悉 还记得高中那年许怀安跟人打架 我那天只是兼职路过 看了会热闹 巧的是跟许怀安打架的人 跟我认识 柳如烟来时看到我 便下意识认为 是我让人来找许怀安的麻烦 他愤怒地看着我 江之年 我真后悔 后悔我曾出手帮过你 你欺负同学 整天就知道惹是生非 是不是永远学不会尊重 怎么写 你这种人 我竟然还说过你会变好 他眼里的厌恶太过明显 让我一时说不出来话 我想说不是的 我没有不学好 没有惹是 也不是我找人来欺负许怀安的 我还想说 其实我没有那么差劲的 我今天还被店长表扬了 说我勤快 我坚持的钱都好好存着呢 也没有不尊重人 可我像突然哑了 喉咙干涩的不行 一句话都说不出 我看向许怀安 想让他开口说清楚 这是跟我没关系 我只能看着柳如烟扶着许怀安 一步一步从我身边走过 其实一开始 我是不打算写情书说清楚 那些事是我做的 可是我想 我不愿意在柳如烟眼中 我是那个样子 会让他觉得 被我这样的人喜欢 仿佛是一件多难以忍受的事 我抓耳挠塞了一星期 写了几十封废了的情书 才写出了一封 不那么刻意的情书 给柳如烟 里面写 其实我一开始是有点脾气差 可欺负同学的事 我一点都没做过 写其实 其实我喜欢柳如烟很久了 最后面又写 那天晚自习放假 我兼职回来 帮他赶走的小混混是我 又怕他误会 然后我跑了 又写那段时间 他心情不好 在他课桌放了一学期 每天不重样的糖果也是我 还有很多很多 可我最想写的是什么呢 我最想写 我好喜欢你啊柳如烟 其实我没有那么差劲的 你看看我好不好 可班长今晚说柳如烟不知道 不知道那些是我做的 我的情书 或许就那样 不知道丢在了那个角落 被人用脚踩过 变得好脏 我这么多年的爱意跟勇气 其实从未被人知晓过 可看到柳如烟在生死关头 坚定跑向许怀岸的那一刻 其实他当年知不知道 打没打开已经不重要了 我也不是很在意了 我想就这样吧 爱意从未被你知晓 甚至你记忆中的我 依旧是那么不堪 一如既往从未变过 无论柳如烟知不知道是我 我想我是真的陪着他走不下去了 那天我看了远方的两人一眼 转身走了 我先去了医院包手臂上的伤 回家时已经快一点了 回去时灯火通明 看到我柳如烟眼睛亮起来 你回来了 我没说话 先去浴室洗了把脸 让自己清醒一些 他一步步紧跟着我 嘴里说着话 我当时没看见你 还找了你好酒呢 给你打电话也没人接 你今晚累了吧 我打包了一些吃的 回来给你 你快来吃 你手怎么回事 你刚受伤了吗 你自己去过医院了吗 刚刚怎么没告诉我 让我陪着你 我打断柳如烟还要说的话 柳如烟 我同意离婚了 我以为按我对柳如烟的喜欢 我一辈子都不会说出这句话 可我终究高估了我自己 我想 柳如烟 我们就到这吧 为我这十年的青春 画个句号吧 说完这句话后 我转身就走 今天太晚了 我明天再收拾行李离开 柳如烟伸手拦住我 为什么突然又改变主意 要离婚了 我脑袋疼得要炸开 一句话都不想说 文言只轻轻正开他 协议什么的 你可以重新让律师你 我不要你的钱 财产什么的随意 我实在太累了 身体像个已经生锈的零件 实在转动得太困难了 身后却传来柳如烟颤抖的声音 江之年 你想好了 你自己说的离婚 后面就不能反悔了 我没停下来 继续走 嗯 不会反悔了 躺在床上时 我想 我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 这一觉我做了很多梦 梦里是小时候的我 是高中时的柳如烟 又是跟我结婚那四年的柳如烟 可没有变过的是 他眼中对我的厌恶 一觉醒来快十一点了 我缓了缓便开始起床收拾行李 东西不多 一会就收拾好了 下楼时我本以为 按柳如烟想跟我离婚的极切程度 我今天早上就能收到协议 然而桌上摆着的 却是做好的早饭 我一愣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装做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叫我 我做了早饭 你尝尝 按不久前 我想我肯定会很高兴的 可我现在看着 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的心情 我只感觉无奈 最后我摇摇头拒绝了不冷我不饿 后面等你有时间了 你记得给我发消息 我们去办理离婚手续 许怀安 他这个人我觉得不值得你托付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饭店失火那晚 如果许怀安真的还在厕所 我是不会连人的性命都不顾的 只是在我跑回饭店的过程时的匆忙一瞥 我看到了从厕所急忙跑出来的许怀安 说完我便要提着行李箱准备离开 身后传来碎裂声 柳如烟大声道 江之年 你走了就永远别回来了 好歹也是我住了四年的房子 踏出去的那一刻 我的心脏还是难免传来的痛楚 我在心中告诉自己 江之年 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我先回了工作室 打算这几天先把跟几位客户约好的照片拍了 忙着完成工作的那几天 我也一直在等柳如烟那边的消息 可他却迟迟没发消息过来 直到一天晚上我收到他的消息 江之年 家里来小偷了 我害怕 几乎没有过犹豫 我放下手中的摄像机就往柳如烟哪里赶 我用了平生最快的时间赶到 赶过去时 客厅乱糟糟的 被子 抱枕 全摔在地上 物业保安跟警察都在门口 柳如烟正坐在地上 我平复好呼吸 一边上下打亮了他全身 看到没有受伤的痕迹 我略微放下心 我低声道 还能站起来吗 柳如烟摇摇摇头 伸手紧紧缓住我的脖子 无奈 我只好先把他抱起来放在了沙发上 陪着他跟警察说清楚情况后 我把电视给他打开 让他先看着电视 我自己开始收拾客厅 边收我边叮嘱道 你先暂时助你爸妈那边去 等小偷彻底抓到了你再回来 回来后要是要记得拔下来 听到声音躲在房间里憋出来 打电话报警 以后遇到危险要第一时间报警 我不是每时每刻都能接到你的电话的 我说着说着突然停顿下来 因为我意识到柳如烟可能不喜欢听我说这些 姜之年 我胃痛 文言我条件反射 你还没吃晚饭吗 见人点头 我叹了口气往厨房走 面条下锅 我像是他反应过来我在做什么 腰间突然传来一双手 我一愣 反应过来后下意识我便要推开 柳如烟带着哭腔道 姜之年 我后悔了 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 我没说话 只是安静地把面条煮好端上桌 让柳如烟先吃饭 见他吃完 我才开口 柳如烟 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好好吃饭 一个人丢失了记忆 可好像刻在灵魂深处的习惯改不了 柳如烟习惯了有我这么个人陪在他身边 在他饿了时会一边小声数落他 一边给他做饭 冷了的时候提醒他加衣服 当有一天这个人突然消失后 他好像也会茫然失措 我想 柳如烟离婚的消息后发小孙涛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才叹了口气问我 想好了 我抱着酒杯有点出神 文言我只是点点头 我打算明年把工作室关门一段时间 出去旅游一段时间 只是还有一件事要办 那就是柳如烟还没给我离婚协议 无奈我只好主动给他发去消息 问他那天有时间 柳如烟却把话又给我打了回来 不是要工作就是要陪爸妈吃饭 几次下来我便也懂了他的意思 年底堆积的客户太多 我忙着忙着便也把这事忘在了身后 这一拖竟然就拖到了过年 这段时间我们双方父母 也察觉出了我们之间的不对劲 以往都是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团圆 今年是不合适在过去了 我提前跟父母解释了 只是在大年三十前一天 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将之年今晚可以一起回我家吃饭吗 似乎是怕我拒绝 他连忙到我爸妈想见你 他连爸妈都搬了出来 我只好答应了下来 晚上我先买了点礼品 再去公司接了柳如烟 一起往他爸妈家去吃饭 一顿饭吃得还算欢快 我们也没当着两老人家的面提离婚的事 吃完饭我陪着柳如烟 把碗都收拾了后便提出离开 柳如烟穿上大衣送我 一路走到停车场后 他才慢慢开口 一开始我醒来 是想要跟你离婚的 我忽略心里的难受 故作轻松道 是啊 你还不喝我的汤让我滚呢 柳如烟也笑了笑 笑着笑着他突然停了下来 他沉默了一会才接着道 醒来后我一直以为自己喜欢许怀安 可是跟他在一起时 我又不是那么开心 在你那晚要跟我离婚后 我心里很奇怪 也很难受 姜之年 很奇怪 我明明都不记得对你的喜欢了 为什么还会这么难受 他拉住我 姜之年 我们能不离婚 重新开始吗 我心中色然 最后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 放进他手中 如烟 新年快乐 我们回不去了 不是错误都能弥补 我也不是一次一次都这么义无反顾 过完年后 我倒是闲了下来 柳如烟倒是从那晚过后 经常给我发消息 有时候会直接来工作室找我 有时候用理由把我叫过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周 这周柳如烟突然就没平凡的跟我发消息了 我只收到一条他的消息 约我这周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去的时候柳如烟穿着深色大衣 戴着围巾 头发披散在肩后 见到我 他笑了笑 姜之年 你来了 我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我犹豫到 你恢复记忆了 柳如烟沉默着点了点头 得知柳如烟恢复了记忆后 我俩一时都沉默了下来 他看着我 对于我失去记忆的之后是 如果柳如烟记忆能早点恢复呢 或是如果我能再坚持坚持呢 可是没有如果 那是我能坚持到的极限了 柳如烟又沉默了一回才到 许怀安之所以回国 是因为他在国外陪着人创业赔了钱 又得知我的事情 才急着回来想让我拿钱给他 听到这话我松了口气 柳如烟既然已经查清楚了 那就应该不会跟许怀在一起了 甚至按柳如烟的性子 应该也不会让许怀安好过 把该谈的事情谈完后 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离婚的事 看着我爱了快十年的人 我只觉心中充满了遗憾与苦涩 关于离婚的事 我很抱歉 你还是坚持要离吗 我点点头 协议前好后 我们约好下周一就去民政局 只是在我离开前 柳如烟轻声道 我不知道当年帮我赶走小混混 还有给我放了一学期的堂的人是你 我一直以为是许怀安 他声音颤抖 相知年 对不起 好像谁都没错 只是是我运气不太好 一直都在错过罢了 那封情出后面我才知道 当年是被许怀安丢了 知道后我沉默了很久 什么都没说 晚上睡前我只是在想 我当年运气可真他妈差啊 手续走完后 我按之前想的把工作室关了 拍摄合作也不接了 开始规划今年的旅游路线 只是从孙涛哪里得来了许怀安的消息 听说最近被追债的人找上门 又没钱还 被逼无奈只好跟昔日的老同学 一个一个挨着见 众人都知道了 他是什么人当然不肯见 甚至还有人接着这个机会在天几角 整个人名声彻底臭了 他以前最在乎自己的名声了 现在可谓是毁得一干二净 孙涛跟我讲时 那叫一个春风得意 让这孙子趁人之危 报应来了吧 我笑了笑挂了电话 我接着做攻略 我整整旅游了一年时间 去看了很多 我以前都没机会看到的景色 这一年我还是会想起柳如烟 有时候也会对这段感情 感到怅然和遗憾 我怪不了他 可我好像也原谅不了 于是我打算交给时间 我们可以是陌生人 可以是同学 可以是朋友 甚至可以是仇人 但好像不再能成为恋人了 或许等到我释怀那天 会跟柳如烟再次坐在一起 聊天喝酒 讲点以前的趋势 讲我爱他时 那几年的傻逼是 也可以讲我慢慢放下他的这一年 全文完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